2014年东森新人王争霸 我们看到年轻的新人王们 为了梦想站上舞台打拼的精神 非常让人感动 但是常常这个志趣和学业 往往很难兼顾 本周末的讲量化针锋相对单元 两位立场完全相反的母亲 有精彩的对话 就连主持人也卷入了这场 现实与理想的战争 东森新人王 等你来称王 东森新人王等你来称王 无数的新人王们在历届的舞台上 使出浑身解数 就是为了圆一个梦 实现自己的理想 就算抛开学业 也不愿意错过 可能在演艺圈扬名立万的机会 讲量化本周末针锋相对 知名台湾金钟演员古英 有一个漂亮又有演戏天分的女儿 差一点就走进了演艺圈 演戏是很好是你的兴趣 但是十个人或者一百个人 能有几个人 真的能红能赚钱呢 我觉得这个有很多的一些观念 还是要让小孩子知道 免得他将来 没有办法成功的时候 他受到了打击 有一些人会受到打击以后 一阵不起 那我觉得做父母的责任 就是要带领孩子 Krisina黄的小女儿 从很小就在舞蹈方面 展露头角 和古英不同的是 Krisina看到了女儿的天赋和决心 她愿意栽培女儿 不留遗憾 她设定自己的一个goal 她自己朝这个goal去走 然后万一她没有reach到这个goal 至少她自己小时候她试过了 以后她不会来埋怨我说 我妈妈你都不让我试 你怎么知道我不行 在激烈的争辩当中 并没有一定的标准答案 但是妈妈爱女儿的心都是一样的 顺着孩子是害了她还是帮了她呢 两位主持人也禁不住加入了精彩的战局 另外法律人生单元 知名律师谈到了律师资格查询 以及iCloud被害和个人资料的防护问题 那么本周期新单元金剧奖 全球商业不动产龙头CBRE 圣盖博古区代表Eric 向华人观众征求slogan 有奖金哦 完整节目内容 请锁定本周末的东西新闻台 和超市62.2 东西新闻范省林中瑶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